自由女性对我来说意味着精神独立 何为优雅 就是自信且舒展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其实在过去的很多个时刻都有出现过 那当下这个时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成为导演并为此努力 这对我来说是现在最重要的选择 其实对于日常选择和重要决断 我其实蛮两面性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挺犹豫的人 不是特别的果断 但是在工作中或者是面临比较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还是比较比较果断的吧 因为可能是导演这个职业属性 他需要你很快地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方向感 以及更果断 更直接 更有效地去实施它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就不会这么要求我自己 因为觉得随便走走 也许也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吧 关于职业和个人生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都是挺难平衡的